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桶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月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尖叫板可在豆瓣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轻贫难成人 不禁打尽老天真 自古英雄初恋欲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成气 托马长枪定乾坤 灰君千里山河在 立明扬威 传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把我慢慢的收您细细的屏听大鱼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 攻破台城侯景威胁南梁 英雄池目 萧衍饿死公众 侯景饿死了梁无帝 立太子萧刚即位 是位梁太宗简文帝 起先立的那位临时皇帝萧正德呢 早在台城攻破之日 就被侯景废为势中打死马 萧正德这边当然是又气又冤的 啊 就是自己马前马后出宫出力 到头来被侯景给卖了 怎么想怎么不公平 就给这个波阳王萧范呢 写了密信 请兵入城 结果这密信呢 不密了 被侯景给接获了 没说的 一条绳索 就送了萧正德 上了西天了 萧正德还以为会拦路抢劫 杀人放火 就叫狠了 哪知道连侯景一根头发丝都没赶上 侯景曾经纳萧正德的女儿为妾 如今呢 也不用顾及这些了 更何况简文帝将女儿 也嫁给了侯景做证师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简文帝 你想她才多大岁数啊 她这女儿岁数更小了 这女儿是谁呢 是丽阳公主 丽阳公主啊 这时候才多大 才十四岁 如花似玉的年龄啊 咱们讲的二八年华的才十六啊 好像十四岁啊 就这么被又丑又婆的老恶棍侯景 就给吐吐了 皇帝是正经太子 即位又被招为驸马 侯景有点找着当年高欢的感觉了 十四万人骑卸甲 命无一个是男儿 面对一名叛将的跋扈 整个梁国 竟然就没有人公开跳出来说个脖子 一堆不仅缺钙 而且缺铁的货色而已 唯一还有点血性的 是永安侯萧雀 侯景喜爱萧雀的勇猛性格与过人的武艺 不计较他在阵前咒骂自己之仇 把他收在左右做贴身护卫 有一回侯景领着队伍外出打猎 抬头望进空中一只小鹰飞过 侯景手下将士纷纷争设 无一命中 萧雀从容弯弓放箭 小鹰是应悬而落 侯景的部将对萧雀是又记又恨的 劝侯景赶紧把他给剁了 以绝后话 侯景没听 萧雀的父亲萧伦娜 听说此事担心萧雀的安全 暗中派人招呼他 你赶紧离开侯景 逃出是非之地 别往那去 萧雀不以为然 说侯景举止轻调 一人之力就能把他干掉 我不怕死 我得亲手杀了他 家父不必以我为念 过了几天 侯景去中山打猎 与萧雀一同骑马追逐一只鸟 侯景在前 萧雀在后 其余随从被圆圆甩在了后边 萧雀心知机会难得 再马上拉弓大剑 就要射杀侯景 结果用力过猛 把弓弓给拉断 剑掉地上了 侯景在前面听了声音转声的察觉 萧雀要害他 冲上了一刀 把来不及还手的萧雀就给斩于马下了 梁武帝的死啊 象征着国家最主要的支柱倒下 原本强有力的统治基础 一去不复返 就算是一时杀了祸首侯景 他所煽动起来的这股霍乱的力量啊 也还将不断冲击梁国的立国之本 直到整座大厦轰然坍塌 萧刚如愿以偿 做了皇帝在名义上是国家新任最高统治者 可是政令只能局限于健康周围数百里之内 还得不时啊 提防着侯景架在他脖子上的刀 梁国上下人心四变 危机四伏 拥兵自重者有之 趁火打劫者有之 犹豫观望者有之 叛变投敌者亦有之 东魏大将军高成心情很愉快 哎 他把温神侯景送走了却把土地人才换来了 二十年前北方战乱导致大批边疆南投梁国 二十年后风水轮流转 梁国淮南江北各州郡刺史太守 纷纷向东魏县城归服 高成这时候就派这个赏书新竹啊 领兵南下四处的纳乡接收 淮水以南多达二十三周倍收入 东魏之下 其中包括中离寿阳合肥淮音等重要据点 东魏的东南国境啊 几乎是推进到了长江北岸 当年的梁魏两国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 苦苦争夺现而今 得失就在这 疏忽之间 高成收获满满之余 却还有一大心腹之患 什么事呢 西魏抢去的那半块河南地盘 哎 这可是侯景送去的 现在呢 得想把它弄回来了 侯景的叛变打破了东西两位之间的战略平衡 极大威胁了以河北为统治中心的东魏的安全 因此呢 对高成来说呀 在淮南大片大片捞地固然感觉很爽 而恢复河南屏障呢 才是东魏政权的头等大使 于是高成命太魏高岳 与慕容少宗刘丰生率领了十万步骑兵 进攻西魏寝占了影州 慕容少宗击败侯景之后 升魏大阵 成为高成首帝红人 他要让志愿大将继续搭放异彩 坐镇影州治所常设成 就是今天河南长阁东啊 首将是谁呢 老熟人了 之前咱们提过这位也挺厉害 谁王思政 胸有成竹啊 下令全城掩旗息鼓 故意示弱 恭候东魏大军 王思政当时的身份是 大将军都督河南诸军士 在西魏的府兵制当中啊 大将军仅次于驻国大将军 除了王思政西魏 其余的大将军全都驻守长安 由此可见宇文泰对王思政的敬重和仪仗 考虑到常设毗邻东魏 无险可守 宇文泰呢 曾经劝王思政一阵西南的乡城 王思政坚决不同意 并且呢 做出了固守常认城的保证 说如若东魏来攻 水攻一年之内 陆攻三年之内 朝廷无需派兵援救 我自己就行 东魏军杀到城下 主帅高岳见城中安静 便不知好歹从四周开始枪攻 王思政在城中挑选骁勇的军士 忽然打开城门发动袭击 东魏军士猝不及防乱成一团 伤亡惨重 高岳这才相信 这王思政啊 不是吃素的 该突击站为持久站 在城外广修营站 又在地势高的地方 雷起土山 居高岭下 东魏军呢 大造飞梯火车啊 当然这火车呢 不是现在的火车啊 是用火点燃的工程车啊 别以为这火车 就是那呜呜呜那火车 是吧 飞梯也不是飞机啊 飞梯听明白 飞梯火车日夜工程 王思政的守城本领啊 也不差过为校宽 他命令士兵啊 在城上向外投地火炬 射火箭 把东魏的这什么飞梯了火车了 给烧了个稀里哗啦 如此呢 耗了几个月的时间 东魏军眷呆 王思政从城头用长绳放下一批勇士 冲上去攻占了东魏的土山 并且在上头修建土楼 瞭望东魏的营寨 高城继位以来 从寒山也好啊 等等那些地方获得的大捷 到汴曲淮南之地 打惯了顺风仗了 也真没想到十万人打不下一个小小的肠子 高城没老爷子高欢那么多策略啊 只是一味的向前线派兵 哎 哎 增援 你要多少给多少 结果打了大半年 一点效果没有 刘丰生啊 在鸿农中过王思政的空城记 报仇心切 提出啊 咱们在城北呢 城北不是这个有围水吗 哎 在围水这个 助言 啊 水冠长尔城怎么样 水工呢 是南梁军队啊 惯用的工程招式 东魏将士在寒山领交一番之后啊 搬到长社活学活用了 这招对付长社城其实很管用 因为城中呢 有很多拳孔 围水被断绝以后 不断有地下水呢 从孔中涌出 王思政与士兵们改行 就做了地下管道工了 哎 东修西赌 筋疲力尽 仍然是防不胜防 长社城变成了大湖当中的一个小岛 哎呀 城墙多处的处于崩塌的状态 朋友说了呢 石头垒的城墙怎么会塌呢 各位朋友们这里咱们得说一说啊 其实城墙并不都是石头垒的 有很多地方都是夯土 组成的哎哪有那么多地方找石头啊 是不是啊 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夯土组成的 结果呢 这个长社城你想的夯土组成的城墙 有的里边是甜的 那时候也没有浇水 怎么办呢 有的就是糯米呀 或者等等这一系列东西 这水一泡它能受了吗 它自然就会出现坍塌的情况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城墙啊 这水一泡啊 就出现了坍塌 储粮呢 有一些也被淹了 士兵们啊 是悬浮主犯 条件极其的艰苦 西卫方面派遣 远兵也只能是忘乎兴叹 因为距离远也划不过来呀 去尝试数十里就无法迁进了 说来呀 也是造化弄人 眼看着这长社城叫攻下来了 慕容绍宗命军中的神剑手 站在大船上朝城里射箭 自己呢 则带着刘丰生于另一名将军慕容永珍 乘坐更大的楼船 进城巡查 突然起了一阵东北风 尘土飞扬 暗无天日 慕容绍宗等人赶紧进到船里去避风 谁知道呢 这个风啊 是越吹越大 吹断了船上的缆绳 这个楼船呢 可就顺水开始飘了 向着城墙 静直就飘过去了 敌将的楼船送上门来城上的西卫 守兵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啊 当即行动起来 又是用长钩勾船 又是万努齐发 慕容绍宗和刘丰生窘迫之极 只好跳水逃生 可是慕容绍宗出生在北方旱地啊 不惜水性啊 结果一代名将进水里没扑腾两下的 就这么着缠了底了 哎呀 这一代名将就这么这个死法啊 也是一骑啊 高城刚发掘出个秘密武器 没怎么推广使用的一阵风 报废了 刘丰生好歹会刘勇啊 拼了老命呼吱呼吱 游到对面土山上 爬起来喘口气 又被城上的弩箭呢 射成了大刺猬了 你说这个 剩下慕容永珍一看 得了啊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啊 这么惨 躲在船里边也不敢乱动了 被西卫守兵就这么着给抓着了 汪思正叹息啊 我城王只在早晚 杀你诚然无意 不过未尽臣洁 得了 我还是成全你吧 流泪就把这慕容永珍给斩了 收拾了慕容 少宗与刘丰生的尸体 一并 以礼埋葬 东魏主帅高岳受此打击 士气低落 不敢再攻长设城 陈安康向高成禁言 大王自扶政以来 未曾利用大功 虽然打败了侯景 但他毕竟不是外敌 如今颖州江县 机遇难得 希望大王能充分把握 高成面亲自率领 十万大军 兵临长设 重新将尾水上的低燕加高 甚至用住宴的劳工啊 填埋缺口 风吹为水涌入城内 把北边城墙冲毁 王思政率众退保土山 高成生怕王思政寻短剑 向城内下令 谁能把活的王的将军给我献来 封为侯爵 如果大将军有一点损伤 左右亲随通通斩首 王思政几次想自杀 都被守线人给拦住了 为了保全全城将士的性命 王思政不得已向高成投降 做了俘虏 高成也没杀他 以礼相待 好吃好喝就这么养着 在北朝人对于守城不祥的名士 向来呢 都是有后代的传统的 宋魏对峙的时候 就有刘宋大将沈文秀的先例 所以王思政呢 这样也就是几年之后啊 是病死在北齐的 宇文太得到长设线路的战报呢 撤回了刘在河南其他各州的首将 东魏恢复了河南就地 高成呢 轻松捡了个大功劳 声望可就达到顶峰了 他还被加封为齐王 向国 向寿是剑吕上殿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的书礼 哎 离寿善为帝啊 也就差最后一步了 高成这一套是跟南朝学的 只是进行了简化 南朝的全臣篡位一般分四不走 第一加书礼 第二封公爵备九夕 位在诸侯 诸侯王之上 三进位王爵 四就地善位 宋岐良以来的三朝 都是这样的 高成一步到位 晋王爵家书里 前三步合并了 可见高氏一家 虽然是鲜卑化的汉人 但是高成本人也被侯景 灭成为鲜卑小儿 所以他在某些方面呢 还是受到很深的汉文化影响 按理来说呢 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准备 当皇帝了 哎 可就在这个接规眼上 要出事了 咱们讲这个事之前呢 出了什么事 咱们现在这留这么一下子 哎 暗下不表 讲述之前 咱们先得说说高成在东魏掌权期间所作所为 这高成啊 对于老爹留下的遗产呢 很不以为然 高欢手底下有四个没人敢惹的重臣 孙腾 司马子如 高岳 高龙之 前两位是高欢的旧有死党 后两位是高欢的亲戚 这四位在朝中共是人称四贵 南北朝时凑个四贵 什么玩意 这也算是时髦啊 留宋末年就以萧道成为首的四贵 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四大恶人的美称啊 东魏一朝也给学来了 这四贵啊 全清朝野 威非作歹 贪赃忘法 这就不用说了 高成看不惯这些个人 但他不是什么极恶如仇 不过是出于自己横行霸道 又不许别人作为作福的这么一个心理 并不是说他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了 他也想做恶 关于问题 这帮人把恶做完了 他没得做 高欢晚年呢 身居尽养 把朝政就交给了叶城的高成打理 高成第一个就拿孙腾出的气 有一次孙腾觐见高成 因为态度不好 礼数不周 高成立即命左右 来呀 把这老爷子给我从座床上拉下来 咱们座床什么就是胡床啊 小板那儿也叫马扎子 是不是 举着刀环猛敲脑袋 然后推到大门外罚站起 高欢不教训儿子 反跟仲臣说 我儿子长大了 脾气不好 诸公请务必躲着点啊 高成一天更嚣张了 我连你的老朋友 我动了他 你都没怎么着 那行了 对不对 于是乎呢 他就重用自己的亲信崔仙 任命为御史中卫 专门彻查 谈和贪污不乏的官吏 崔仙呢 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 当年高中密叛变 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 做了御史中卫呢 他专挑令高成不爽的权贵下手 比如说呢 多次弹劾司马子如 司马子如贪污受贿 私得很差 被崔仙天由家族的拟定罪状 下了监狱了 司马子如呢 见过这架势 一夜之间头发都给抽白了 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 说我呀 司马子如啊 自从跟随了大王 大王给我一辆车子 一头牛犊 如今牛犊的死了 牛角我还留着呢 除此意外 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得来的 哎呀 你说这他贪污到什么程度 高欢念及就有之情 给高成写了封信求情 哎呀 是这个你司马大叔啊 这是我旧时的好朋友 你对对他 你可得宽大处理啊 高成这才决定得了 那既然老爹发话了 赦免他吧 哎 这就算是把司马子如的罪责给赦免了 但是又不好好把他放掉 而是骑着大马 把他压到街上 卸去枷锁 司马子如一看 这架是吓得尿都快出来了 哎 口中嘀咕 是不是要杀我呀 是不是要杀我呀 没想到当场释放 啊 当然了 再回去 关肯定是没得做了 那高欧城在高欢没死之前 就这么着 高欢死了以后呢 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了 还是要欺负到皇头脑袋上 皇帝脑袋上去 高欢呢 始终难以忘怀校武帝西桃长安 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 怕校敬帝啊 做校武帝第二 因此呢 虽然慰籍人臣 表面上对校敬帝呢 毕恭毕敬 白衣白栓 事无巨细 都向校敬帝禀报 是吧 当然校敬帝有没有资格发言 那是另外一回事 说完了之后 你闭嘴就行了 美逢与皇帝共同进餐 都是啊 俯着身子助寿 哎 校敬帝兴办法会啊 他一路上也手持香炉 步行跟从 哎 屏息弯腰 察言观色 举止小心谨慎 一句话 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 他在校敬帝面前 那是十足的臣势君的模样 校敬帝呢 年纪还轻 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权 是吧 君臣相处的还算是比较融洽的 可是问题是 高成一上台 就把中兵参军崔记书 崔记书与崔先同宗啊 比崔先大一辈 就把这崔记书呢 就安插在校敬帝身边了 定期与崔记书通信 把校敬帝称为痴人 啊 就是傻子那个 痴人最近怎么样了 痴呆的程度 是不是有变化呀 校敬帝这时候多大了 25岁了 史书里边说他喜好文学 长于师父仪表堂堂 厉大无穷 世无不重 颇有其曾祖父 未孝文帝的这个一封 高欢比他大一辈 相当于长者 管着他那于情于理 还能接受 现在高成是跟他年龄 差不多的年轻人 就这么着24小时 全天候特别监护 他哪受得了啊 这矛盾冲突可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校敬帝和高成之间 这个矛盾冲突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点燃的呢 与之后事如何 窃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